Hello,大家好,我是Gadget Gang的Vincent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新節目Gadget學堂 今天會來到這裡找耳機達人卡託學習耳機的知識 但今次新專欄當然是有些新東西 除了我做學徒之外,我們還有一個新的Gadget學徒 Hello,大家好,我是Micky 看看這位新學生上課的表現如何 有沒有信心? 有 好,進去吧 Gadget學堂無線耳機編 上課,喂 知不知道我們是上什麼課? 嗯,知道 是上什麼課? 嗯,耳機 我們新學員除了是因為Channel需要女兒之外 亦都希望在訪問專家之餘 都帶到一般用家的角度 我們這一集的主題是無線耳機 Micky都是一個idol來的 經常都會聽歌,每天都會用到耳機 他用的款式是One More的Arrow 米體小女仔,一些比較進階的功能他都有用到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耳機呢? 因為他性格比高 還有他都符合到我需要 還有他白色很漂亮 我需要? 嗯,我需要是降噪 還有可以調整一些音色 因為我平常聽一些歌會有不同的風格 可能K-pop和G-pop那些的音質 或者Baser都會不同的 這個耳機有EQ設定 過去的耳機音響比較喜歡分不同的頻段 高中低音的用家去分別調節 Arrow就有12個預設的EQ Micky這一類一般的用家就比較容易掌握 根據自己聽的曲風 選擇相對的EQ就完成了 但有一些功能都是上完課才懂的 卡圖老師今天有位學生Micky想你教導一下他 他在用耳機有沒有什麼新功能可以推介一下呢? 在Arrow的新功能來說 其中一個是近年大熱的 Space Audio的技術 中文就叫做空間音頻 透過陀螺儀 感應到你的頭部的位置 因為我們平常聽過喇叭在前面 其實你的耳機扭側的時候 那個聲音都會側側 但是我們聽耳機 可能是你戴著耳機看電話的時候 其實你不能你的耳機轉去哪裡 其實你的耳機的發聲都是一樣 跟著你左和右邊 現在這種技術就是 你可能是拿著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按過然後你轉的時候 他就會感應到你的頭部動 就是我去了他又去了他又去他又 反過來 就是你去左的時候 他保持在你前面 這個我真的沒有留意到 因為我剛剛是沒有開的 找Micky來就真的找對了 很多人都跟他一樣是搞亂了 部分耳機的空間音效的特點 就是頭部動了 聲音的定位都沒有變 除了這個定位的效果 其實空間音效 還有其他優點 就算你大家都不動 那個狀態 就是你由頭到尾都是不動 就是Head Tracking 就變成好像 是不是好像沒有用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他會將你的人 好像在聲音的環境裡面 推入了一格 就會覺得在 臨場感是會多一點 聽一般的音樂開空間音訊 已經感受到不同 而Tidal和Apple Music 更加是有一些 對應Dolby Atmos 音效的歌曲 聽這些歌 就更加能夠發揮這個新功能的效果 大家不妨試一下 講完新功能 無線耳機都真的越出越多款 卡圖老師可不可以找些例子 說下有什麼不同的分類呢? 老師,我想問這裡這麼多款 無線耳機有什麼分別呢? 有幾款我們就由這邊開始看 這個就是現在市場上 主流比較功能齊全的一種無線耳機 它就一次過包含降噪的功能在裡面 本身已經有聲音ID 其他一些不同的個人化設定 一種叫做傾向全能性的功能的耳機 所以配戴上來說 它也選擇是一種近年傾向 比較小一點 貼著整個耳窩大小的一個設計 如果你說第二種跟它有些不同的 就是之前傳統比較常見的 會留起了一支棍子的空間出來 很長 這一種的設計就是為了令它縮小 令到這邊的位置可以小一點 主體的位置 然後還有咪的位置 可以近一點 即是近一點的口 令到它的指向性 加上指向性 令到它通話可以好一點 還有呢 這個是一次過有幾個不同的設計 特點在裡面的 另一個呢 你看到這個好像叫做鯊魚旗的東西 它們的英文是叫做Ear Thin Thin 即是旗 所以就是用這個好像鯊魚旗的東西 在你戴的時候 頂住你耳朵的頂位 撐住它 通常有這個配件 都是為了運動用的 再剩下當然就是頭戴 這個就是傳統都見開的 就是用會可以有配備一個大一點的單元 更加有空間去擺電 不同的咪 通常功能上都是叫做最齊全 還有可以插到線 變相你可能是你沒有電的時候 然後呢 都是可以插到電腦或者電話那裡 來聽歌都可以的 這款OneMore Sonofo的規格都很突破 40mm動圈單元 可以對應到Ldet藍牙編碼 加上之前是OneMore EVO都很售好評的 Quiet Max ANC降噪 有齊這些規格售價都只是$699 新手想試無線High West Audio的話 會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那盒上面都印有這些金章仔 那是不是很特別呢 即是拿起盒看規格表的時候 還有一些細節可以看到 或者一些logo可以看到的 就是High-Res Wireless這個金章仔 當然有人覺得不代表是甚麼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跟隨著有線的規格 很多時候大家看到一些有線的耳通 或者是播放器都會有High-Res金章的logo 因為日本JAS方面 跟隨著有線方面的High-Res 自然都想有無線方面的High-Res標準化 所以就做了High-Res Wireless 這個就根據傳輸的曲滴去做一個標準 暫時這一刻 拿到High-Res Wireless 曲滴的編碼就在LDAT 那APTX或APTX Adaptive就不在裡面 LDAT是Sony研發的藍牙編碼 除了Sony的電話 也都開放了給其他品牌的電話來用 可以支援24bit 96kHz的音訊 另外兩款大家可能聽過的藍牙編碼 APTX Adaptive和LHDC都支援24bit 96kHz 詳情我們可能日後有機會再講 暫時只看數字 24bit 96kHz普遍被認為是High-Res高清音訊 iPhone用的藍牙編碼就是比較舊的SBC和AAC 都只是對應16bit 那說法用iPhone配無線耳機聽歌 是否會比較弱呢 我們這樣看相對地是 但是你會說那種即強和弱 是在於他們的data的流量 即他們可以傳送到幾快幾多的data 這件事我覺得是有相向的 傳統的世界其實SBC是最早的其中一個曲滴 亦都是暫時現在我覺得 除了剛才提到APTX、LDAC等等之外 我覺得SBC是最穩定的規格之一 而且對於Apple的用家來說 應該是他們最可信的規格 因為暫時這一刻iPhone或者iDevice 這些Apple的機器 都是未有LDAC或者APTX的支援 所以AAC也是一個比SBC好聲 但是又有合理規格 但是我個人來看 在其他的藍芽品牌 在他們設計和調整上面 其實都有考慮過AAC這個傳輸的曲滴 是應該可以帶出什麼表現出來的 所以不一定是否用iPhone 就不需要買更好的耳機 買其他的True Wireless耳機 又不一定的 相反我自己有時候試過一些耳機 在iPhone或者Android表現 我會覺得iPhone那邊 只行AAC對於我自己來說是有驚喜 簡單點說 用漂亮的耳機配iPhone聽歌 就算用SBC或者AAC編碼都會好聲一點 而如果你的電話是支援LDAC或者APTX Adaptive 就要留意無線耳機有沒有支援 那卡套老師未來耳機界 又有沒有一些新技術要留意的呢 近一兩年都開始有些 advice的個人化設定在裡面 尤其是在audio的範疇 我們聽的範疇上面 是有些個人化的方法 就是以前他們個人化 都是自己可以做EQ 在一個五個Band 即五個Frequency 或者十個Band的Frequency 去選擇一個叫做自己適合的聲音 或者是用這些音樂風格的種類 但是今時今日就開始有多些新的設計在裡面 例如他們會用一些播歌的方法 根據你自己AB的聽著 就是你選好了你想要的 你會用來做決定的音樂種類 然後他就不斷叫你ABABAB 他就會根據你的選擇去變聲音 我覺得這個效率是比你自己 可能對著一個五個Band 即五條線或者十個Band的EQ 在自己慢慢插 好多謝今天卡圖老師 教了我們這麼多的耳機資訊 未來總會繼續有Gadget學堂的耳機片 大家有關於耳機的問題 都可以在這條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哦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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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決理